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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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伯,怎麼樣?沒事吧? 沒事… 真是嗎? 大伯,你這麼辛苦 在這裡練習,為甚麼才行呢? 平時你們不是說我做人 經常都糊塗糊塗的嗎? 但剛才大伯練這一招 我就知道是什麼 就是我們霸王邊法裡的一招 叫做烏剛斷流 此招一出,沒有全身勁力爆發 對嗎?大伯? 還有,這一招有個秘訣 這個秘訣就是分兩次爆發的 第一次就是落邊 第二次就是震邊 質疑所見,大伯剛才落邊就很有力 但震邊就… 很明顯大伯受腰傷所限 但既然這麼辛苦 大伯為什麼還要在這裡練習呢? 只會把自己弄傷了 兄弟,你對霸王邊法的要決 也懂得不少 但我問你一個問題 好,震邊的要決是什麼? 幸好震邊的要決 就是當敵方用兵器擋隔 我們就將變往後一拖 利用鞭子震脫敵方的兵器 還有,如果內功深一點 還可以震斷敵方的手腕 我記得當年我們太早敷然讚 曾經用這一招震斷一個療障的手腕 然後將他一拖鞭死 多麼厲害 大伯,聽你的道理 你也不是笨的 當然 明明你是一塊好的材料 但現在就變得這麼頹廢 又叫人家怎麼甘心呢? 大伯,我頹廢 無論如何我都沒有害人 是不是? 為甚麼你們經常都要這樣畫我? 我自求清靜 難道這樣也不對嗎? 清靜 如今,國家內外憂患 朝廷又有朝臣無跡 怎麼能清靜的路? 你以為吸了五石散 就可以一視迷糊嗎? 大伯,那則質疑認為 一視迷糊也是好的 你又不是狗力幽幻之人 又何必避世呢? 大伯,你又不是不知道 從小到大 爹只會叫我 你要讀聖賢書 你要縱軍愛國 好,我全部都照做 但那些朝中的大臣 每個都是讀聖賢書 但為甚麼有這麼多奸臣? 還有,楊家將救中軍愛國 為甚麼他們現在要備居太行山? 這些事我以前全部都不明白 但自從我吃了五石散之後 甚麼都不用想,甚麼都不用管 都不知道多舒服 大伯,我稍後拿些出來一起吃吧 鷹兒,道理你懂得這麼多 不過我很久沒得見 你是威風嶺嶺的樣子 不如這樣吧 你耍一套八戶給大伯看看 看野大伯 大伯,你幹甚麼? 鷹兒,這是一個惡事 見過元帥,見過富帥 他探子回報在黑風山的大軍 是由耶律津珍親自率領 陣容浩大,只有套謀 他們是想由黑風山妖道犯境 耶律中鎮親率大軍 看來是要跟我們打一場硬仗 元帥 我們齊襲大軍 再次跟他們決一死戰 郭將軍,請不要衝動 襲齊大軍,莫非良策 李兒守邊 你說甚麼? 馬軍師,你有何高見? 怕地人師計 我們又全力出戰 他們可能暗渡陳倉,襲我們軍營 到時守尾不接 我軍必大敗 元帥,馬軍師說得有道理 為了安全計,我要親自出戰 郭富帥,你留守軍營作我後援 領命 侯父將軍,你出去點齊人 說立即出發 遵命 啟稟元帥 探出敵人虛神 黑風山被捕獵兵 你們有沒有看清楚 你怎麼說的? 沒將無能恐怕收入浸地被發現 的確無能 怎麼可以一時之間全部兵馬走了 元帥 黑風山繞道而行就是白水嶺 難道他們… 這麼快到白水嶺? 這件事的確奇怪 恐怕地人有責 你叫人留守大本營 我要親自查探 罪名 郭先生… 這邊 小心 來… 你… 好棒 我好棒 你可不可以 好棒 兒子 可不可以 好 走 再次攻略, 再次攻略 好,不愧是宋朝明將 若無奈應,本帥難以取勝 何將軍 何將在 用中原禮節好好安葬 俊明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彈得好… 謝太后 將軍,此曲何名? 離江煙語 好優雅的曲名 此曲音律,愚耳動聽 將軍彈就得,換急有道 情與曲混圓一體 楊愛家感到曲中的情景 趙兒,楊愛家上了一首詩 疑舟撲煙珠,日無客濕失 夜狂天低暑,江青月近日 太后,末將彈就離江煙語 正是將此詩境融於曲來 憑歌忌義,難得自由 莫非是心有靈犀? 將軍,離江在中原哪裡? 在桂立府,該府山村秀林 離江江水清澈,猶如可鎖 我現在素來景仰忠然的景色 如果生平能夠到此一游 真是人生快事 快了,快了 就以現在兩國的形勢而論 太后,玉遊離江 實在是指日可當 聽將軍所言,難道有甚麼大計? 萬事俱備,只欠兵權 只要末將登台掛順 鎮備一呼八方響應 你我內外格擊 我相信宋朝的旗幟必定更新 將軍,即使掌握兵權 但遼國,部落眾多 也難一統暴衆 太后不必憂慮 若我兵權在押 先以精烈為名 實為太后奠基立領,一統遼國 到那時候,天下就是我們的了 到時候,兩國變成一國 我們兩家就變成一家了 將軍,你的魚算盤能打響嗎? 是 太后一場 大王萬歲,萬萬歲 將軍不必拘留 看皇兒的臉色 好像有喜事告訴哀家 回太后,宋谷不順,呼言守勇 已經在大風谷中伏身亡 將軍,看你的大雞真是有點魅惑 太好了… 此日除去之後,也一定要斬草除根 善將夫人家族及其軍中勢力 也拼蕭蕭,免除後患 宋朝形勢將軍比我們清楚 將軍你認為我們現在應該怎麼做 只要蕭蕭鐵鞭王府 宋神就再沒甚麼象徵 兩家隱居之後,的確不問世事 而敵清又在南方想不到那麼多 今後北方就是末將的天下 好,實在太好了 是嗎? 但是鐵鞭王府除了夫妍守勇之外 尚有世宅清亡的夫妍守信 雖然他有傷病在身,不能出戰 但是在軍中仍有勢力 受人容得 將軍又怎麼可以將他一舉剷除呢? 宋神救昏君 最大的缺點就是多賢 當年楊家亦遭此猜忌 何況是其他人呢? 只要武將呈上一封信 跟夫妍家中就會滅亡 郭將軍去了敵門探宵舍 到現在還沒回來 難道他又像夫妍言帥一樣出事? 我想不會的 王爺 勉勵 郭將軍可有呼應元帥大軍的消息 梅王爺 我仗還未到黑風山,已見敵軍 所以只好撤退我軍,孤身犯險 一路上所見,都是我軍的屍首 甚麼? 可見當日元帥未到黑風山 與敵人大戰 結果我軍大敗 那元帥呢? 是… 屍首之中,不見元帥 末將擔心,元帥已經順國 既然途中遇襲 為甚麼不派人告監,以爭回兵 啟分將軍,我們在西山路上找到牛副將 離開哪兒 滿將牛昌,見過王爺,見過過將軍 牛昌,究竟甚麼事?元帥呢? 會過將軍,我們前往白水嶺迎戰 中途遇迫,全軍覆滿 元帥去甘備遼人所俘虜 甚麼?不是說好去黑風山嗎? 為甚麼又去白水嶺? 回將軍,是元帥臨時決定的 他說兩軍硬碰未必有勝算 他就留下大軍,自己親帶親兵掃拾 繞到白水嶺 在敵人的後方放火,以繞其軍心 誰知道…是中途就… 牛昌,你是元帥的副將 為甚麼不勸元帥呢? 你要知道,你們這樣一去 我軍就喪失數千人勝命 抹將已經勸我元帥了 不過他一意孤行 他還說憑一己之力 立此勤高,名帥千古我 別再說 本王從來都沒見過如此不智的元帥 還說甚麼立此其功 他自己遇難不重要 但要幾千士兵援助 兵公豈有此理 王爺昔路,元帥或另有苦衷 武將一定切法救出元帥 牛昌,我問你 你為甚麼可以逃脫出來 武將因為受傷跌落山坡 才可以逃避遼兵的追殺 武將保護元帥不力 求王爺恕罪,求將軍恕罪 算了…按照你這麼說 你沒錯,快帶他出去療傷 是…謝謝王爺,謝謝將軍 我猜不到,元帥竟會… 王爺,如今我方元帥被擒 王爺,末將擔心 遼軍會趁機大舉進攻 那應該怎麼做 王爺,軍中不可以一日無睡 既然夫元帥被擄 首要的事就是另走一日為帥 一定是軍心 對 軍中的確不可以一日無睡 但應該選哪一個人 主帥不在,我們應由付帥補償 王爺,我將願與成搭一切 統帥我軍,力補河山 好,郭將軍 從現在開始,元帥一職 由你暫代 代本王爺回經 本命聖上,再證明為 是,活將領命 元帥,這個地方真的沒有迷人出門 王爺,皇爺,這裡是我大宋範圍 遼兵休想越雷遲,我會幫忙 是,元帥已經部署了一切 派有大關在前面住手 王爺,請放心 方氏,王爺處事一向穩重 怎能這樣說話呢? 對,凡事還是小心一點好 萬一遇到遼兵,本王死不足惜 但是你叫本王如何向皇上交動 各位元帥 今天我們巡視的地方已經不少 看來應該是回去的時候 是 給我 起來 給我 給我 大隊,人家已經死了 骨狼頭 好,這是廉人的標記 看來,人想喬裝漢人 混入我大宋國境,別有所討 渤現肅敵,滾領兵認定 中服被 veterans 自問必死 簡直想得寮主也律忠贈色彩 卻嫁殺禧、反待於相不滅 寮主人口哀悟禮言下事 豪財偉略, 實在天道所在 子弟缺氣暗投明 今年主已派有四大高手 潛於京中 賀卿與四人合作 屢應外合, 刺殺宋主 遞則令兵南下 一舉將宋室消滅 包卿甲, 你看清楚這封信 匯旺相不值確實相同 那你即是說 這封信確實是夫妍守勇所寫的 匯旺相不值雖然相同 但並不能證實此信 乃是夫妍守勇所寫 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匯旺相, 匯旺相不值可以模仿 包卿, 原則你的意思是認為 有人無認夫妍守勇的不值 寫出此信 包卿手勇, 確實有此可能 夫妍守勇忠君愛國 絕非賣國之人 包大人貪生怕死, 乃人之本性 討若如此, 夫妍守勇又何須自動請英上陣 孤身涉險? 夫妍守勇深入敵人國境 被獵人所夫 正如信中所說 如果獵人可以判逼江山作為理由 那夫妍守勇難免會為所動 而作出叛逆之舉 王爺說得對 夫妍守勇慰立戰功, 呼身犯險 致大君於不顧 令到數千將士身亡 若回朝覆命, 論罪當佛 兩者取其輕, 豈不是不難選擇 王爺, 夫妍守勇並非輕率之人 豈會欺大君於不顧 此事可有證據 夫妍謀昌就是證人 不然要所有死去的戰士冤魂 作證不可? 敢問王爺, 這封謀反信 才從何而落? 此信乃是郭將軍 在一名獠人姦勢身上所守候 本王爺覺得事態嚴重 所以快馬加編, 堅持回京 封命皇上, 以免皇上為奸人所害 包卿教, 夫妍守勇, 半國投敵 還亂同其卿, 串謀行刺朕 應該如何論罪? 皇上, 此事兵無實證 這就是證據 皇上, 朕問你, 應該如何論罪? 回皇上, 堅持謀反行詞 當諸苟俗族 然而銀憑此信並不足為證 包卿 這封信的筆跡已經核對過了 承上, 謀請方才已然然道 辭職是可以模仿的 包卿 為了大宋社稷, 為了皇上安危 這件事, 我們不能有半點大意 承上所言甚事 然而此事也關乎夫妍一家 二百多條人命 更關乎皇上清語 自然不得慶順 臣啟皇上, 夫妍一家 三代忠良 替宋室屢立戰功 夫妍手勇, 總心耿耿 微臣相信他絕非半億之人 那請皇上明察 豁免枉殺忠良, 猶汙勝語 八皇上, 信中提及 已經有四大高手潛入宮中 若此事屬實, 亦不及時制止 豈不是至皇上的險境之中 沒錯, 皇上乃九五之尊 此事絕不能無理 臣啟皇上口若果真如此 亦該先加強內功的守衛 但是明日皇上要許無上官 觀看金丹出爐 臣啟皇上為萬全計 無上官之行何犯不開 應道長說過 金丹出爐乃修行之日 一身難得一奉之時 若朕不去的豈不是會抱行眾生? 皇上… 老兄姊, 你不必再血 明日無上官之行 朕一定要去 既然皇上一定要去 那請展護衛陪同前去 以保皇上安全 好 有展護衛陪伴 朕也安心點 就此決定吧 有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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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臣臣 展虎為 刺客可曾淑青 回皇上,刺客已全部淑青 微臣護駕不力,令皇上受經 請皇上恕罪 展虎為護駕有功,一何罪自有 謝皇上 鎮姑娘,你的傷勢如何? 謝謝皇上關心,遠田已無大愛 姑娘,展昭借過姑娘救命之恩 展大人,我們也是為了護駕 你不必放在心裡見 展虎為,你可曾查知刺客的身分嗎? 會,皇上 未曾看過,刺客身上 也像有屈籠頭刺青 看來是廖國判幸次皇上 沒錯,屈籠頭刺青 就是廖國人的特徵 莫非就是信中所提及的四大高手 都是真的 夫妍秀翁,果然真是透敵賣國 董妻王,臣在 你馬上帶進去捉納夫妍一家 立即拆斬 臣遵旨? 好,是否會真好 你別看著那個球 嚇著那個球 你別看著那個球 小寶哥,我叫他回來 小寶…回來 別玩了 叫一個球回來就行了 不用叫了,球不會回來的 坐吧,很悶 別玩了 我明白了 我姐姐沒有跟我們一起玩 人少了就是你覺得沒了 不過說話說 我自從和你姐姐吵架 她真的不來我們家 當然,姐姐說你看到她會生氣 她就不敢來,怕你生氣 我甚麼時候生氣 一直都是你姐姐不喜歡我,是嗎? 那倒不是,她看見我就問起你 是嗎? 你姐姐經常在你面前打探我的事嗎? 甚麼打探? 算了,你姐姐這份人 又潑辣,又殘雞,又難相遇的 我夫妍慶真的一點都不稀罕 甚麼相遇 就是…算了 說你的傻子也不會明白 哥哥,你幹甚麼?是不是很睏 不是,哥哥的忍氣 全部都吃光了 還有,這幾天 大伯又不讓我出去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好,那敗家寶怎麼辦? 對 小寶,你不會想見大哥辛苦的吧? 那倒是 如果是,小寶很乖 替大哥去拿多少五石散回來 是否老爺婆婆聽到也會很生氣 不行,娘知道,打死我了 小寶… 現在這裡沒有人 小寶不說,大哥也不說 那你說誰會知道 那倒是,你真聰明 不用說 小寶現在不怕了嗎? 不怕 那小寶還記不記得 大哥上次帶你去那間采醫館嗎? 想想 有很多傻子的,想想 小寶,你真是的 這次去就別找小姐姐 找一個叫張公子的人 找他拿多少五石散回來給大家吸 大哥吸完就有精神了 我陪小寶玩 打功夫遊戲,小寶最喜歡的 好,我立刻去拿 我叫我爺爺來玩,不是很好玩 小寶千萬不要讓你爺爺知道 我吸五石散 為什麼? 小寶,別再問了 再問大哥以後不跟你玩 不要,我立刻去拿 記住打功夫 乖,快點去吧 小寶,快點回來 奇怪,你姐姐生氣 我為什麼這麼介意 謝謝 你不知道,你自己去拿 還要拿給我 給我 柯母,你走開 那個水一雪要唱 你把錢買給我 快點回來 拿這些水牌 你不要拿給我 你阿彌附身,開了 別讓我跑掉 你把錢買給我 這個五石傘會害死你 鼻子… 小爺 小爺,你聽二良說,你別再吸 王公子作人已經死了 他全身黑了,面貌也分辨不到 聽說就是吸成了那些五石傘 我不管,我好失了 吳昂,你給我 不行,我無論如何都不給 我麻花也無理我這麼多東西 你給我,要不然我告訴麻花 我告訴你,趕你們出去 不要… 不要,小爺,我不給,無論如何都不給 給我… 不給?我死也不給 你不給,小爺,小爺,你不給 你這畜生為了掩石傘 連人你也想殺 大王,我不是有心,我沒有生意 我不是故意 不要… 小爺,不要 小爺,小爺 小爺,你看看你的臭樣子 你爹回來,我怎麼向他交代 還有,我怎麼向 虎仁家的烈祖烈宗交代 就算娘責怪我,我也要這麼做 小爺,把他放棄,送進柴房 我已經點了他的業 十二哥時辰以後,他就自動解開 他一天解不掉,就不能放他 王爺,冬騎王 帶了很多官兵來,我要見王爺你 小爺,馬上送他進柴房 好,還要說想你不絕散,把他燒掉 小寶,幫我走 沒事吧?進柴房吧 不,不請就說 我出去看看有甚麼事 走過去吧 快點 看著門檻 小心 快點 聖子霞 逢天成雲,皇帝照若 忽然守勇,通敵伴國 其幸可惡,其罪當諸 勒定將其家一干人等,不分大小 積負形場正化,因此… 皇爺,冬騎王 不會的,我兒子不會這麼做的 冬騎王 證據確鑿,何冤之有? 對了,呼賢慶在哪裡? 出去 又來 是 握手,將一干人等全部捉拿 不得有誤為令者斬 是 冬騎王 老公 皇爺,你很辛苦 不過小寶沒辦法 你看著我幹甚麼?沒辦法 你忍耐一下吧 娘,大哥很辛苦 你叫王爺放他,麻煩你 你別吵了 外面有很多官兵 要抓王爺他們去斬頭 王爺他們快死了 娘,娘快死了 到底發生甚麼事?娘 如果你死,小寶也會死 娘死了,小寶也要死 娘想辦法救小爺 小寶救不救 救 小心 你現在盡手 快點 娘叫你脫離一脫 快點 為甚麼盡手 快點 不要提議,不要提議 不要提議,不要提議 不要提議 快點走 快點走 收拾了嗎?小寶 快點走 走出來 謝謝 小寶,坐在這裡 快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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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文姐 你叫大哥別吃這些 你叫小寶姐 這些不怕的 是娘特意留給小寶吃的 吃吧 很好吃 不要,很累 小寶很乖 師父,吃吧 不要 吃吧 很累… 很累 別管我 別管了 小鳳姐,你也不想撿我了 你也不撿我 天生,你是個神 當時到現在,可能是你一種武器 你要記住,菇原一家 九哥你爹就走到我們 是我們一個大恩人 既然你所說的,真的死了 小鳳姐也不可能震懾 小鳳姐,你也不想撿我,小鳳姐 誰是小鳳姐? 小鳳姐,我的手很差,我幫我照顧你 我都拿著東西,你等我 很快就會和你一起 走開 小鳳姐 小鳳姐 這是誰? 是我家少爺,他在柴房搜尋五石散 吃完就發天,這個時候又死了 就這樣死了就移了,勉拿一刀 不理生死,全部帶回去 小鳳姐,你哭不聽 我只要照顧自己,我可以遲得一刀 我可以遲得一刀 我可以遲得一刀 臣啟皇上,敢請皇上收回成命 以免妄殺無辜 妄殺無辜 包程,你可知道在無上官內有人想行刺 皇上,微臣也曾派人監視夫妍皇府 但並未發現有任何異動 活兒被臣認為此事與夫妍一家無關 行刺之事可以假手於人家 既然暗中部署了 你又如何見到有異動呢? 皇上,夫妍守勇通敵伴國一時 兵無助益 廖國派出四大高手來行辭職 而東齊王在前線中也自獲敵信 兩相民衡,這樣還不可以證實? 皇上,微臣始終認為 夫妍守勇絕非邁國求榮之人 敢請皇上查明真相之後 再行定奪,以免錯殺 皇上,大膽報情 你竟敢說朕草奸人命? 臣不敢 記憶不敢,你終退下 是非審判,要人扮 逐流染污,理青中緩慢 權以為邪正分界限 後押忍上和拼 Bonnet 先停下人身的工作之下